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 这一题它虽然有讲 可是有些部分没有讲很清楚 就是这个A跟B 它只有提到就是说 它的中心点会在什么呢 会在这一条线上面 意思就是这一条线上面 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 它原来的这个多边形 把它进射出另外一边 然后到时候的话 如果说要画出 这个这边有一个形状 这个形状出来 因为你这个形状画出来之后 就可以做什么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就做出来了 所以我们逐步来看 第一个我想 如果你要画这个图的话 外面部分应该比较简单 这个圆先画 Denter 115 Denter 25 那里面这边有个什么 多边形 几边呢 六边 它是内阶 内阶 内阶跟外阶 OK好 那再来里面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这个 因为我们的那个图 讲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这边画一个 大概的一个 它的 大概就是这样 它的关系是相对于 有没有 因为它在这个线上面 所以它是相对于原来的这个多边形 然后可是呢 这边有一个切 它一定会切这边 对不对 然后也会经过这一点 这是一定会经过 对不对 然后也会经过这边这一点 所以会有几点呢 三点 会有三点 对不对 然后哪三点呢 其实有两点是一样 这两点一定会 然后一点是什么 切点 所以你可以用圆里面有个什么 切切 可是切 这个不能切啊 所以三点就可以 所以你只要有三点 你就可以画出一个圆 那这个切点跟这个 就是主要这两个圆的差别是 一个是切这里 一个是切这里 那切出来之后呢 其他部分就可以把它去掉 去掉之后留哪边呢 留这两个线段 对不对 然后就做环形正面 这一集就做出来了 应该了解意思了 ok 另外就是说 顺便讲一下 如果说你今天希望 你有些线段要不一样颜色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这边有个叫什么 涂层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在涂层的地方 增加一个涂层 那怎么增加涂层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如果说你今天不一样的颜色 不一样的线段 比如说我刚刚这个部分红色 我要做标注的话 那我刚刚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动作 就可以把它换个颜色了 就是涂层管理员点下去之后 我刚刚就在这边新增一个涂层 比如说我新增一个涂层之后呢 我就打一个R R enter之后 这边换个颜色而已 那将来就把 我要改变的那个线段 换成不一样的涂层就好 比如说我R G G是绿色 比如说这边的话 再给它一个绿色的 绿色在这里 OK 按一个确定 那不就会有个绿色的涂层 对不对 这边请你按打勾 跟以色尤很像 以色尤里面有打勾 打勾之后这个涂层 跟这一样 这个是预设涂层 这个预设涂层 我们把它恢复原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呢 我们就会多一个这个涂层 那当然你将来要换颜色也是OK的 好了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涂层 管理员把它关闭起来 那如果说你今天 你希望把这个换一个涂层 比如说换成我刚刚新增这个涂层的话 我就先选这个线段 然后呢 这边点下去 就会出现涂层嘛 把它点下去 哎 线段就改变了 改变完之后的话 按个空白键 哎 就可以了 再把按个空白键跳开了 或者把按Escape跳开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换不一样颜色 那我们这个地方 这个是顺便讲一下 有关图层管理员的使用方式 那有关这一题 我们先画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 DEnter D115Enter 空白键一下 重复画原指令 然后DEnter 25Enter OK好了之后的话 接下来在里面多边形 记得找到多边形 他问你几边 6Enter 然后呢 中心点先选一下 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那选一下内接 往右边方向的四分点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是这个多边形做一个什么 近色 这边近色 近色的 近色的话会有一个它的基准的线 所以你这边的话 选物件 选这个 按空白键 他问你说这个近色线 因为近色一定要是一条线 跟照镜子一样 左边右边 所以呢 我近色第一点是从这边 第二点是从到这边 然后按空白键 他问你要不要删除原来的物件 当然选择No 不然的话另外一边就会被删掉 那我刚刚讲过就是 我们要做的就是三点 这一点跟这一点 还有这个切点 形成第一个圆 一样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形成另外一个圆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刚刚讲过绘制里面有圆 圆里面有什么 三点 一照顺序 二 第二点 绕回来 我们也会发现 这个时候已经有圆 在哪里呢 Ctrl加右键 强制锁点 这个好像在第二次上课就讲 强制出现切点 强制锁点 这很重要 Ctrl加右键 Ctrl加右键 然后选这个切点 特别是一定要切这边 你不能切到这边来 他就跑到另外一边去 切一下 圆出来了 再来的话 一样 按右键 重复三点 按右键会比较快一点点 第一点一样在这里 第二点一样在这里 第三点是在这里 Ctrl加右键 再切点 这个时候一定会出现切点 点一下 好了之后的话 那就把不要的线段给删除掉 那不要的线段的部分的话 就是外面的部分 当然你这个地方可以把这一个 那这个圆的话 这个多边已经先删除好了 那像这边 要怎么样比较快的可以把它删掉 其实你可以设一个什么 起点 因为我要留的部分 是 这个到这边 对不对 那这个范围给他之后的话 再按修剪 然后把外面的部分 点一下 点一下 再把里面这边点一下 点一下 这样就留下 接下来的话 应该了解我意思 前面有讲过修剪 最简单就是 修剪空白键 但是那个是只能慢慢点 那比较快的是 起点 终点 修剪 这样会比较快一点 修剪 好那再来的话就是做什么 环形正列 那环形正列 那环形正列应该还记得 然后 点一下啊 特别之后 这边有箭头 这跟Photoshop一样 你们看那个Photoshop 如果你有学过Photoshop 应该知道 Photoshop的右下角有个黑色的箭头 表示里面还有很多按钮 很多软体都一样 像这个AutoCAD也是一样 所以你把它点一下 然后找到什么 环形正列 环形正列之后的话 选什么 选物件 选这边 用虚线选好了 不然的话实现比较不好选 虚线就碰到就算了 好 选到之后按空白键 再来的话 问你什么 请问一下你的中心点在哪里 就是这个圆的中心点 请问一下你的那个呢 项目总数几个 六个嘛 对 请问一下你是不是360度 4 4 OK 那就结束了 这一题就完工了 好 好 好 那画面的话给各位试试看好了